各位同學 這一堂課老師要為同學介紹的是 中美洲 在介紹中美洲之前 老師要跟同學看到這一張圖 你看到這一張圖 你有什麼樣的感覺 就好像我們在拼圖一樣 不管是在地球科學 在地理 我們都有學過 中南美洲的南美洲 在我們古大陸的時候是跟非洲並在一起的 所以同學在學中南美洲的時候 特別是南美洲的時候 一定要跟非洲並在一起唸 你會印象比較深刻 那一樣的 有了地圖 你才能夠學地理 好 那我們來現在看到 整個中南美洲的地形特色 中美洲它的西邊 就是墨西哥高原 中美地匣 在板塊交界帶 因為它的西邊這邊剛好位在太平洋的環 環太平洋的火山帶上 我們在圖形上看得很清楚 板塊交界帶就是火山帶 好 東側西印度群島 西印度群島 早期戈倫布發現的時候 給它命名的西印度群島 好 張大群島 巴哈瑪群島 大小安利烈斯群島 好 這稍微注意一下 中美洲 那中美洲的特色 老師要教同學記 你注意看到圖形上 中美洲剛好有北迴歸線通過 那這邊有一個墨西哥灣 同學就這樣背 墨西哥灣有一個灣 墨西哥灣向臺灣 好 向什麼臺灣 緯度跟臺灣的緯度差不多 所以等一下你要從這個地方去想 當地的氣候的特色 墨西哥灣北迴歸線通過 向臺灣 想像一下臺灣長成什麼樣子 這樣子可以把它疊在一起 增加你的記憶的速度跟印象 好 南美洲呢 南美洲的西部 是我們世界上最長的山脈 叫安利烈斯山脈 好 安利斯 有的 它一層安利斯 有的翻譯成安利烈斯山脈 記住 安開頭 宏安老師讓你當靠山 在我們地球科學裡面有的安山眼 就是用這個命名的 安利烈斯山脈 好 東部 來 東部同學記好 從北邊下來 低高 低高 低高山足 你就這樣記 低高 低高山足 最北邊的 它就是盆地高地 盆地高地這樣子 不然就是平原 最北邊的是 奧地諾 來 這個老師跟同學講不一定要背 奧地諾科平原 這個可以不背 但是 同學你要記住一件事情 你要記住它的順序 在我們圖形上 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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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你要特別小心 再來就是我們所謂的龜亞納 龜亞納高原 再來就是非常有名的亞馬遜河流域 亞馬遜河流域 這一個同學要小心 它是赤道貫穿 赤道貫穿 非常有名的死人魚 也非常有名的死人魚 再來就是巴西高原 巴西高原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紅巴草原 紅巴草原 阿根廷 南美洲的農業最興盛的地方 紅巴草原 紅巴草原 所以你看到沒有 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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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是我們講的巴塔 哥林 哥尼亞 巴塔 哥尼亞高原 所以這個低高低高一組 總共有三組 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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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比較重要的就是亞馬遜河 紅巴草原 這裡你一定要記好 好 這是南美洲的特色 南美洲的特色 再來 氣候呢 來 氣候 老師 無論是像台灣 中國 世界 我都跟同學講 想到氣候 趕快抓到維度 好 看到圖形 赤道穿過去之後 來囉 老師剛剛跟你講的 中美洲有一個墨西哥灣向台灣 所以中美洲它本身 維度比較低 除了北回歸線以外 還有一個 比較 注意喔 主要 維度比較低 所以這裡的雨量 拿來這裡的雨量 你看這個圖形 這裡的雨量有兩個因素 一個就是墨西哥灣 軟流 這個有點像我們的黑潮 再來 冬天的時候 像我們台灣 冬天的時候 吹東北季風 這邊也是 當然這個東北風帶來的雨量 所以造成了 注意喔 整個中美洲的東邊的雨量會比較多 一直往西邊前掃 往西邊前掃 所以東邊就是熱帶雨淋 西邊就是蠻原 這裡注意一下 因為地形雨 兩大原因 墨西哥灣 軟流 再加上東北信風造成了 造成了雨量由東向西地點 簡直是中美洲 簡單的帶過 像台灣 用台灣 墨西哥灣 這樣子下去 引導你的記憶 好 接下來 這個地方 墨西哥灣有颶風 而且它的 注意喔 我們台灣叫颱風 那因為我們本身的破壞力 沒有像他們這麼可怕 像上次那個卡錘那 哇 那個把整個墨西哥灣的油田 整個吹翻掉 他們的颶風 所以他們真的 這取的名字叫做颶風 會對當地的這些居民的生命財產 影響非常的大 颶風 那這個颶風的圖鏡 我們看到圖形上 就從墨西哥灣這裡上登陸 墨西哥灣非常非常多 在夏秋 就是我們台灣 暑假的時候 秋天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台灣是颱風 這個也是颶風 好 這是中美洲的氣候 那南美洲呢 同學來 南美洲從赤道開始 同學你要特別小心 這個地方 你一定要回去看到我們的非洲 我們的非洲 我們赤道之後 它是對稱的 非洲對稱的 那我們的南美洲它等於是一半 所以它從熱帶雨林開始往下之後 來 熱帶沙漠 那熱帶沙漠 熱帶雨林注意 是在赤道貫穿的亞馬遜河流域 接下來你這底下怎麼背呢 你就把智力抓出來 智力抓出來 分北中南 那北中南的話 老師在非洲有跟妳講過了 熱帶雨林注意 智力比較北邊 注意 這個地方因為 來 它本身是我們所謂的負熱帶高壓帶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熱帶沙漠 注意 它本身是剛好在安地斯山脈 以西的沿岸 好 智力的北部 秘土 還有再來就是注意 地中海型氣候 再來就是溫帶海洋氣氣候 你記住 地中海型氣候是維度在30到40之間 然後地中海型氣候 來看到圖形 往下走 現在都是在安地列斯的西邊 安地列斯的西邊 那這個熱帶沙漠 安地列斯這個地方 你剛好在負熱帶23.5度穿過的地方 這裡的沙漠有兩個地方 你要特別小心 在安地列斯 我們就這樣 你就記住 智力北邊沙漠 23.5度 23.5度 接下來呢 就像老師剛剛上當沙漠 那個我們非洲跟妳講的 從次道開始 從次道開始 來 看著這個圖形 次道開始 雨林 雨林在滿圓 滿圓在23.5度有一個負熱帶高壓 負熱帶高壓 接下來就是30到40之地中海 地中海40之後 靠近海邊 叫做溫帶海洋 所以在安地列斯上脈 安地列斯上脈 本身西邊 你就抓沙漠 地中海 溫帶海洋 剛好就是我們這一個 緯度 橫跨 緯度非常長的 這個智力這個國家的北中南 北中南 沙漠 地中海 要這樣記 比較好記 沙漠來把那個南美洲的智力搬出 這樣子就可以記得很清楚了 好 所以智力的北部 智力的中部 智力的南部 就是在安地列斯以西 我們這樣區隔它的氣候 在我們的圖形裡面所圖的顏色 一塊一塊的很清楚 同學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講的 來 安地列斯以東 安地列斯以東的話就是很多毛的熱帶雨 少毛一點 然後再來高壁 安地列斯山脈 再來溫帶沙漠 來 這裡的溫帶沙漠 跟這個智力的沙漠有一點不一樣 這是熱帶沙漠 在比較低一點的這一個位置 這個叫做溫帶沙漠氣候 這個溫帶沙漠氣候在北面 我們會再跟它溫到一次面 這個溫帶沙漠氣候是怎麼形成的呢 是因為我們帶有水氣的風 跨過安地斯山之後 然後來到我們安地斯的背風面 所以造成乾燥 乾燥 加上乾燥 注意喔 寒流 因為它尾度稍微到溫帶比較高一點 寒流 所以變成了氣流沒辦法上升 再加上風 帶過來風很乾燥 所以產生了溫帶沙漠氣候 這地方同學要小心 有兩塊 一個尾度稍微比較高一點的 叫熱帶沙漠 這是23.5度穿過的 尾度比較高一點的在溫帶沙漠 這個就是地形 地形 我們今天風吹過來 它在背風面 再加上周圍有寒流通過 造成這個地方中年少雨才形成了沙漠 在這個溫帶沙漠 這個地方特別特別小心 這是南美洲的氣候 南美洲的氣候 中美洲怎麼計 中美洲先抓 抓誰 抓台灣 這抓什麼叫做台灣 中美洲的墨西哥灣向台灣 中美洲向台灣 中美洲的墨西哥灣 所以就有23.5度穿過 然後東北西風 墨西哥灣管流 接下來 南美洲怎麼抓 南美洲刺到穿過之後 刺到穿過之後 以安地列斯山脈切割西岸東岸 西岸抓誰 刺到穿過的就是熱帶雨林 熱帶雨林底下下來之後 自立了北中南 然後在這個地方再切割成 茫園 在往下圍度比較低一點的 叫做溫帶沙漠 這樣子的區塊你就很清楚了 老師在問你就比較不會錯 那這裡的茫園就是我們講 等一下會講到阿根廷的 我們所謂的銅巴草原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好 瞭解氣候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中南美洲的一些政治 經濟 人文活動 好 政治 經濟 人文活動 來 我們看一下 中南美洲的古文明 同學看到圖 這一定要記 在墨西哥有兩個 墨西哥有兩個 叫做瑪雅跟阿茲提克 阿茲提克 瑪雅跟阿茲提克 那印加就是秘魯 在秘魯 這三個早期都是一些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 好 後來西班牙人來之後 西班牙人來之後 造成他們整個 被西班牙人 因為西班牙人當時他們的武器比較先進 把這些的古文明給破壞了 而且破壞 然後應該講說 把當地的所有的土著的一些文化 以及侵略 然後能帶走的帶走的 能破壞的破壞 所以對當地的古文明影響非常非常大 好 這個一方 這是我們中南美洲的古文明 跟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他們當時叫做白女神 這在世界歷史當時有講過 這要注意一下 好 接下來 經濟活動 好 經濟活動 因為中南美洲早期是西班牙 葡萄牙的殖民地 地理大發現的時候 從這邊記 然後同學一定要記住 在這個中南美洲這裡最重要的 只有一個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就叫巴西地 記這個 其他的全部歸西班牙管 這樣記就好了 再講一遍 巴西歸葡萄牙管 其他的都是西班牙管 好 熱帶再培業 因為有赤道通報就是熱帶再培業 好 殖民地